哈喽哈喽大家好 终于回来了兄弟们 冰箱里边还有块五花肉 咱们简单吃一个卤肉饭 咱们把五花给它切成这种 一厘米见方左右的这种小方块 卤肉饭的这个颗粒不要太大 也好熟也好入味 并且拌起饭来 超级香 这五花也不虚啊 肥肉也稍微有点多 咱们再准备一块猪皮 咱们把猪皮切成这种小细丝 咱们这个猪皮啊 主要是为了借助它这个胶原蛋白 接下来咱们切点葱姜 葱咱们给它切成满蹄片 然后来块姜 咱们准备一块颗洋葱 给它菜头去呗 把洋葱给它切成细丝 咱们直接啊 把这个五花肉下到锅中 咱们锅里边什么都不放 锅烧空气啊 咱们用五花自身带这个肥肉 给它煸出油脂 干煸猪肉就是有股香味 闻到这个味道 我多少有点垂涎欲滴 经过一番煸炒以后啊 咱们把这个五花 煸炒出很多的油脂啊 然后咱们把洋葱 再下到锅中 用现在的高油温啊 咱们把洋葱 咱简单的炸一下 再次咱们给它简单煸炒一下 炸差不多啊 咱们给里边来点这个生抽 然后来一点点老抽 再次给它简单煸炒一下 让这个五花出味上色 然后咱们把这个葱姜给它下到锅中 还有猪皮也给它下到锅中 反复继续给它煸炒一下 然后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盖盖咱们先给它炖上15分钟 接下来咱们把这个香菇取根 然后给它切成这种酒精精 咱们把姜片再捞出 这整个状态多少有点粘处了 然后咱们把香菇给它下里边 再来上几颗 剥好的鸡蛋 八角桂皮香叶 然后咱们给里边稍微来点盐 然后来点这个红糖 理论上来说应该放黑糖的 但是咱们没碗到黑糖 就是红糖也可以代替 接下来盖盖 咱们小火给它炖上40分钟 然后咱们把上面这些大调料 香叶桂皮 先给它捞出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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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这不容易终于搞定了 哇 这两天真的累死了 搬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啊 如果没什么别的事啊 我非必要不搬家 这猪皮啊 哇呀 这还很好吃 好好吃啊 我还烫了点小油菜 说实话今天这色很一般啊 但是就是家常做法 咱们直接拿少块啊 再来一颗鸡蛋 其实煮肉饭啊 就是一个盖饭 然后 稍微来点这个小油菜 满满灯灯一碗啊 非常满足 以前我们在学校里边 吃的卤肉饭 以前我们在学校里边 吃的卤肉饭 十块钱一碗 那是我最怀念的味道 哦 米饭必须盖 水盖水可爱 其实每道菜真正的主角啊 就是米饭 哇 这Q弹的肉皮啊 简直不要太爽 稍微来一块小泡菜 那是我的学校里边 一碗卤肉饭 就配一碟这种韩式小泡菜 哇 别提多香了 嗯 再来点小金菜 好像没有吃到香菇啊 好像没有吃到香菇啊 哦 哦 哦 很酷 很酷 但是我想尔滩的ulu取菜 我以为我们去吃千里 如果你可以吃Thenoooo 我吃你就 colored一口 再来点蒜,吃肉不吃蒜,将会少一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